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我们来检讨一下上次6月21号的线上小考 请你看老师的荧幕 你们做的线上小考的表单一模一样在这里 第一大题单字很简单 第一 dining room 这个老师都复习很多次了 你看吃这个早餐啊午餐啊晚餐的地方 dining room 饭庭 好 好了 next one ok 有这个bath top 还有这个toilet 所以是什么bathroom 浴室 no.3 kitchen 好没问题 这个图片应该都看起来都没问题 甚至这个图片是跟课本一模一样 好希望考一百分 希望是hope 这个hope o space e o hope all right number five 好便调指note o space e note ok this one no.6 浴缸 tub ok this one you you a tub 好到哪里句型 这是句子哈 我们来看啦 根据图片来回答哈 好 你看前面的问句都是一样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那就是回答不一样 好你要仔细看哦 好问你you呢 你就是回答我嘛 I'm in the bathroom 还是I'm in the bedroom 刚刚讲那个bathroom是浴室啊 所以这个bedroom才是你睡觉的寝室房间 那为什么第三个不行 问你你要回答I呀 怎么会变成是you呢 好这个是有一点点 小朋友 考试的时候是考试的时候都在考你有没有很细心专心的看 有时候就是插一个字 插一个字母 好那你自己要去仔细去看 alright 所以答案是这个 where are you I'm in the bedroom 这个哈 alright number 8 oh where's your grandmother 好全部的问句都一样 这三个 好这三个这个选答都是 where's your grandmother the mother 所以就是后面答案不一样 那你我们来看 grandmother是she 嘛 所以这个his就不对啦 那剩下这个第二个跟第三个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好这个有电视的这个是客厅 所以答案是这个 where's your grandmother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ok remember 9 wake up wake up 醒来啊醒来啊 好wake up 这个是这个daily talk 很简单 ok number 10 有点距离哟 有箭头指过去 it's over there it's over there 在那里 那第一个是 it's here 是在这里 是近的 好那这个远的 好箭头指过去远的 so it's over there 那也不是 it's not there 好 it's over there over there 在那里 ok 那再来这个读写题呢 就是你要输入一个单字 好我这边有说 每个天一字完成句子 输入一个单字 好 所以你输入两个单字的就是错 好 alright level 11 会怎么问 然后回答 she's in the yard your mother's she's 没有问题 那怎么问呢 疑问词是什么 问句的第一个字的那个词是什么 问地方对不对 他才会回答 she's in the yard 所以答案就是 where's where's your mother 所以是要缩写 where is 的缩写 where's your mother she's in the yard ok number 12 where is she 好 she's 这个超级简单 好 好 在什么什么地方 在厨房 好 在家里的什么空间 是用in ok where's she where is she she's in the kitchen in 超级简单 ok number 13 where's nikki nikki是男生女生 男生 女生 where's nikki nikki是女生 所以是 she's she's in the bedroom she's she's she is的缩写 只能填一个单字 我这边提醒你 number 14 where's my kite but it's under the under under是在下面 开车是这个 under the table 桌子 不是书桌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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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哪是 停力测验 停力测验的部分呢 哎呀 小朋友做最多的 还是那个 Phonics的部分 你们Phonics 就是都 都不听CD啦 都不跟着念 所有的都搞混了 那来 老师 老师 这个没办法播放给你们听 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播放给你们听 呃 呃 你们就是看老师给你们的 那个 你们考出来的小考结果 然后呢 你们错的答案老师都用红色的字标出来吗 那你就把错的那几题 你再回去那个考题 再听一次 好吧 好 自己听一次 好 因为 每个小朋友错的 有的人错的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就针对 你错的那一题 仔细听 再去做一次 就是 再去看看一次题目跟答案 alright 好 所以这大题就是Phonics的部分 好 那下一个大题是句子的部分 这个你们比较不会错 好 你们这个错的比较少 哎呦 好 你们这个错的会稍微少一点 因为它也不难很简单 好 OK 好 就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 呃 这次的现场小考 检讨到这边 那其实考的并不难 因为 蛮多小朋友也一百分的啊 好 那老师目前 呃 因为你们班有的人没有考 那有考的小朋友 目前已经有两个人一百分了 好 那有几个是九十几分 所以并不难 好吗 好小朋友请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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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